Hello, 大家好, 我是Norman 今天有半天在阿姆斯特丹 下午外生会过来车我们去鲁塔丹家鸟家 我们会在那里住几天才过去伦敦 我们预计了10点的游览船 9点半左右,我们将行李放在铁铁铁里走到码头 其实马丘很近酒店,我们预计了10点 9点45分,那班船还未开 职员说我们都可以坐这班人,因为不满 我们就提早5分钟上船 船在码头一直绕着阿姆斯特丹主要的运河 一圈大概1小时左右 但他就进不到阿姆斯特丹的小运河里面 那这里一出来,其实就看到 左边你会看到火车站 右边你会看到大教堂 今天天气都不错,虽然有点太阳 所以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在 船前面,后面又有颜色玻璃遮挡 这个船本身有一个类似的讲解 根据GPS定位的讲解说明系统 但是他有十几个,十几个语言选择 他就每人派了一个语统 语统基本上他就不收回了 又可以作为纪念品 或者放在他,落船市放在他桶上 他就要重返作用 他左边就看到一个中式的画坊 好像以前沙田画坊 是一个中式酒楼,挺有名的 再走过一些,其实就是看到 一个是类似 吉他利河的船形 其实是一个展览中心 在这里基本上会转入运河 正式是阿姆斯坦的运河之类 阿姆斯坦除了运河之外 那些桥其实也很有特色 所以船长在介绍的时候 不时也介绍一些特色的桥 就是历史等等 前面的一个中楼 其实是一个教堂 以前是一个中楼 后来改建了成一个教堂 阿姆斯特丹因为 荷兰几世纪之前 都是一个航运王国 跟很多一些 譬如是加利比海 甚至是东南亚的国家 是任何来往的 很多这些屋 其实都是当时 都是做一个贸易的 或者是货仓 有间就是 他说是比较特色一点 就是说 那个 屋呢 所有的窗户都有 是 是 铁资保护的 主要是它 因为当时这个是一个 是 胡椒 多时是很名贵的东西 的 的仓库 所以就怕被人偷 所以就是有铁资 你看到那些屋 其实都很特别的 那有些屋呢 可能就是 会向前少少讨论 如果是街两边的屋 那有少少可能是 在外面倾斜的 那看起来好像很危险 那其实呢 它应该内部就是 应该做了加强的工作 那所以来讲呢 还是有人居住 但是因为这些 楼呢 其实都很贵的 船长介绍就说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呢 都是租给别人做写字楼 那样 另外它的屋顶呢 它有一条 是 铁伸出来的 主要因为 这些楼比较窄 楼梯比较窄 如果那些傢俬要吊上二三楼 就很困难的 那它们就会用 屋顶支铁呢 就是 運上去 二三楼的窗口 把那些傢俬 運进去 那这儿就是犹太区 一个跳组市场 那这儿就是 因为西班牙内战呢 很多犹太人 逃离西班牙 就走来荷兰定居 在这个区域定居 在这个区域定居 再走过去 就会看到 那个市 议会 和那个 一个 尤其是演奏厅 那 其实呢 阿姆斯特丹的市 市长的办公室 都在这条云合上 其中一座 啊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Opera House 基本上就是在市政厅旁边的 但是因为很多 阿姆斯特丹的居民都 都觉得 他的建筑风格 好像和附近的建筑 有些格格不入 所以他 都觉得这个 是比较 丑的建筑物 大家都知道了 荷兰的大麻合法化的 那我们来到一个区域呢 其实就是很多咖啡 咖啡室的 那船长都介绍了 这些咖啡室 其实就是出售和吸食大麻的地方 其实我们坐在香港的船上 其实都闻到一阵 类似大麻的味道 有些是 那些船呢 都 是 都滴靓的 其实是有人居住的 很多 因为都 运河两边 都很多 车排在那裡 有些篮杆 就说 当时有很多车 有些人 为了换车 把车 洗进去 运河那边 那就是保险 所以本公司便免费 把很多运河 那边 装成篮杆 避免车主 把车推进去 运河 是保险的 同时 有很多 晚上 很多人喝酒 去厕所 就 坐下 滴进去 运河 所以篮杆 都是有些保护 喝醉的人的作用 另外大家都知道 荷兰是单车王国 所以两边都拍了很多单车 很多时 他们设计 马路的事 不是为车辆设计 他宁愿是两边 各起一条很阔的单车径 中间只留一条车道 给两边车走 就是鼓励大家 踩单车 就不要开车 其实 坐这只游览船 其实 阿姆斯丹有很多 类似的游览船 其实价钱都差不多 好像二十多 我记得好像二十多 二十多欧罗左右 都很多 除了刚才我们上船的 近火车站的码头之外 其他 比如 昨天去那条大街附近 都有些码头 不同公司 和屋皮的船 都不同 这条是主要的大运河 当然还有些小的运河 因为游览船 基本上不能进去 下次大家去阿姆斯特丹 走开这里 看看建筑物都挺有特色的 因为刚才说的 有些建筑物都是尾尾尾尾尾 好像上嵩上嵩 但实际里面还是有人住的 刚才说的 可能都是内部 做了一个巩固的工程 外表就是 没得说 因为 可能因为 它是 地质的问题 所以当时建的地基 建的不太稳固 所以它楼子就会有点倾斜 但是如果被别人住 估计 应该是做了 巩固工程 才容许给别人住 这里的游览船 它就不是说是一个单方向的 有时它们都有另外一方向 有船过来 船都要避船的 因为 几条大的运河 可能不同船公司规划的路线 都有些不同的 那这里我们会转90度 然后转出去左边的运河 基本上那里就差不多 就是 完的了 船长也很有技巧的 这样转90度 船长这么长的 旋转90度 它都要遷就一下 先过去 那船长有介绍了 荷兰一共美食 应该是一些 鱼 醃了的鱼 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嗯 都挺难吃的 那这里呢 基本上就是 回到刚才的码头 因为这里都 挺繁忙 所以船长就 走过去 少少 就是 下船给我们走 那我们就是 因为约了 而生就 两点钟 在酒店等 还有 大概 两个多钟 我们就走过去 阿姆斯丹的 红灯区 看看 大概都是 11点 鬆一点 其实都 只有少少 店铺开了门 还有找吃的 性工作者 很多时候 窗口呢 都 拉了 拉了帘 又见了几个 刚刚开工 都 其实 嗯 都很老的 我估计都四五十岁 就是 有肥有 有大隻 我不知道 为什么 荷兰人 对这些 人的口味 如果相对 是 柏兰街的 北姑 其实 就差很远 当然 我又不会直接 那么近 是 拍照 之外 是来 鱼在对面拍照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 很近 阿姆斯特丹 的唐人街 那我们走完 就去唐人街 居住 打算在这里吃中餐 之后 才回去酒店 坐下 等儿生过来接我们 它 唐人街不大 只有一两个街口 都有几间吃饭的地方 它有酒楼 估计可以有点心吃的 那我们选择 那我们选择 都不是这么理想 就选择在这间西安面馆吃面 那我就叫了一个牛肉面 太太又叫了一个蒸饺子 叫了一些甜酸黄瓜 两杯夜饮 简单单 就吃一餐 我们吃到差不多12点左右 就有很多人了 差不多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只有一两台 越来越多人坐下 有中国人 有游客 有外国人 它适应是会说广东话的 讲广东话的音 好像是马来西亚的华侨 吃完 其实我们就走到酒店 大概1点左右 在酒店坐下 就等外生两点多钟过来 接我们去录特丹 这次就住在姐姐那里 住3万 因为姐姐家很近 她开餐馆 吃饭都会在那里吃 就省了很多钱 外生就去超市 塞下车 差不多5点才去到姐姐家 我们把这十多天的衣服洗一次 趁机户出去跑步 因为在加拉斯哥跑步一次都没跑步 就打算跑步 大概8点就去到姐姐的餐馆开饭了 这些饭都基本上有一半是荷兰的中菜 有一半是香港人吃的习惯 的菜 味道都可以的 好了,今天的介绍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见 拜拜